朋友们大家好 马上就要过年了 今天铁头给你们分享一道 我家年夜饭上必有的一道菜 豪肝五指毛头蒸猪脚 买回来的猪脚 我们先把它清洗一下 这个猪脚就当煮烧过的 用水泡过后 我们用刀给它刮一刮 好 全部刮洗好后 拿去焯水 冷水下锅 我们再往里面倒点料酒进去 烧至水开煮一分钟就好了 因为我们后面是用来蒸的 焯水的时间 我们来准备一把小黄姜 给它拍一拍 用小黄姜 它味道更浓郁 拍好先放一边备用 好 水开有一分钟了 这个血沫都煮出来了 捞出来冲洗干净 冲洗的时候 这个爪子上的白色外衣 我们要给它剃掉 这个异味会有点重 尽量给它冲干净一点 把表面的杂质全部给冲掉 冲洗干净后 先放到绿篮中 给它控一下水 控干水分的猪脚 重新倒回大盆中 先往里面加入一小碗的黄酒 调入适量的盐 做这道菜啊 盐味我们可以稍微调重一点点 吃起来会比较香 再来上点生抽 如果你喜欢颜色深一点的话 可以加点老抽进去 再把姜碎放进去 给它拌均匀 好 充分拌均匀后 我们再拿个锅盖 给它盖上 腌制两个小时 腌制的叶酒 吃起来会叶香 腌制猪脚的时间 我们来处理这个五指毛涛 这个五指毛涛根 我们要先用清水给它泡一下 现在来刷洗一下它的泥沙 这个五指毛涛根 在我们广东是非常常用的 多是用来煲汤 焖肉或者是蒸肉 都是可以的 刷洗干净后 给它砍成小段 前铺砍好 先放一边备用 最后来处理我们的蚝干 这个蚝干要用清水 先给它泡上两三个小时 泡到位了 它的鲜味才能很好的吹发出来 好 给它冲洗一下 用温水给它洗多两遍就可以了 洗净后先给它放一边备用 好 我们的猪脚腌制了有两个小时了 现在把五指毛涛加进去 先给它放拌均匀 拌均匀后给它转到蒸碗中 把猪脚整理好一点 最后我们加上熬死 分开给它放 放均匀一些 摆好后就可以拿去下锅蒸了 锅中烧水 放上个蒸价 再放入猪脚 水量我们要多来一点 蒸制的时间比较长 锅盖给它盖上 大火烧至上气后 转中小火给它蒸一个小时 可以了时间已到 哇太香了 实在是太香了 我用筷子给它擦一下 不要太烂 要有点口感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 一道豪肝五指毛涛 蒸猪脚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猪脚鲜香爽口 入味好吃 过年加重来客 做上一盘 个个都会夸你吃大厨哦 吃前我们用下面 蒸出来的汁水 把它淋一下 这样就更有味道了 这样做出来的猪脚 实在是太香 做出来的猪脚鲜 感谢观看